苗栗县头分镇日前有一名81岁的乌姓老先生病故 没想到举行告别式的时候 家属赫然发现躺在棺木里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不是自己的爸爸 原来殡葬业者搞乌龙弄错了遗体 而乌姓老翁已经被另一户的丧家错当亲人火化了 让家属气得大骂 举办告别式的吴姓家属 发现老人家的遗体被殡葬业者搞错 气得对业者拴椅子大声的咆哮 因为上午家属在挖龟的时候 发现一直无法植出圣杯 检查老人家的首尾前 惊觉怎么会从6000块变成1万块 再仔细端详大体的长相 才发现这几天跪拜的原来是个陌生人 首尾前就是放在放的位置不一样 然后给阿公的机脑也不错 业者发现无姓老翁的遗体 已经被另外一户陈姓丧家错当亲人火化掉了 由于对双方家属都无法交代 业者急着道歉和解 除了承诺将丧葬费全数退回之外 还将重办丧事 希望化解这起搞错遗体的乌龙